《莫莉花》 来 单独来一下 一拜 走 《莫莉花》 挺动 很好 《我有一个一个愿望要请》 水满乡这个中心学校合唱团 成立于2022年的8月 由梨祖和苗祖两个民族构成 基本上孩子是从一年级到五年级 那么七岁到十一岁这个年龄段 我们这个合唱团成立了以后 孩子们从来没有出过省 那么这一次我们到法国去是18位孩子 我们这个团要和法国的合唱团进行联欢交流 《莫莉花》 去年马克龙总统访华以后 在网上流传了一首说 我也想去中国这首歌曲 法国小朋友很可爱 想到中国的一些名声古迹 一些城市去游玩 当时我看了这个歌以后 我就感觉 我们这个合唱团 我们要带他们去世界上去唱歌 我就写出了这首歌 就是我把五指山唱给法兰西 通过这首歌 寄予了孩子们对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的一种愿望 希望中法的关系越来越好 我想对法国小朋友说 你能跟我做朋友吗 我想要请法国小朋友来中国玩 我想带他去捡螺 抓鱼 还有爬山 儿子啊 跟老师出去外面听老师话哦 别到处乱跑哦 从法国回来 我会给你带好吃的 好的 挺跨啊 外面哦 我们的设想 既然我们去了法国 那我们应该再把它翻译成法语唱 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共鸣 那么教法语呢 确实很难 法语卷舌音比较多 所以我们呢 教一个是教他一个特定的音标怎么读 另外呢 把这个法语做成辟音 个别做成汉字 这首歌 我们用这个表示出来以后 孩子就接受很快 基本上两三天他都能学会了 唱出来就是法国能听明白 孩子们也能唱清楚 我想去爱菲尔铁塔 福王下面的人 爸爸跟我说西餐都是一家人面条 想喝那边的手磨咖啡 收工面包 希望他们能够从这个 这次活动中间 我们去感受世界 去认识世界 去把世界的精彩 收到他们的心和眼里 百国我们来啦